市民主席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 大陸企業研製10號復工 大批反工潮湧入上海 近日 上海紅橋國際機場、紅橋火車站 地鐵紅橋二號航站樓站 浦東國際機場、鐵大木橋路站 地鐵陝西南路站等地 都出現新增確診病例 上海市民張先生表示 上海現在很危急 很可能成為第二個武漢 當局正在金山區擴建方艙醫院 空城的 一般老百姓都在恐慌當中過 回來是很多的 火車站地鐵上面人很多 紅橋火車站發現新增病例很多 查到很多 送金山了 有一個像集中營一樣的集空中心吧 先去有的 容量不夠吧 還在加鈣吧 據報截至到2月7號24時 紅橋樞紐站機器檢測體溫122萬人次 發現體溫異常101人 通過120急救車轉運就診60人 上海有醫院發出求救 長海醫院稱急缺口罩和防護服 撐不了幾天了 上海市民孫女士表示 武漢封城前 很多人逃到上海 雖然被隔離卻沒有提供三餐 放任他們到外面買東西 市民舉報都沒人管 因此大家對政府的防疫能力失去信心 據瞭解 武漢肺炎去年12月初就已爆發 但中共隱瞞疫情 打壓傳播疫情的醫護人員和百姓 同時傳播疫情可防可控 沒有人傳人等虛假消息 致使很多人沒有採取防護措施而被感染 上海市民張先生表示 外來人員不返工就沒有收入 在家是等死 企業部開工也是等死 開工則要承擔傳染上肺炎的風險 新唐人記者雄斌黃宇寧採訪報導 現在是重量憑與時代的風險 正在家族期間 永遠的他們無敵人 所以會怕還有大流行 預企業 Season 2 禁止 沒有隱瞞 改變 鋪 改變 改變